1931年9月18日晚間10點20分 在瀋陽當時稱為鳳田的北邊發生一場爆炸 在柳條湖村一帶的鐵路遭炸毀 這段鐵路是南滿洲鐵路的一部分 是由日本帝國的半國營企業 南滿洲鐵道諸式繪設所經營 爆炸一發生,南滿鐵道諸式繪設的維修員工立刻趕往案發現場 準備展開調查 據南滿鐵道諸式繪設掌握的情報 這起爆炸事故應該沒有造成火車與人員的傷亡 因為當時最近的一班車是從長村開完瀋陽的列車 一再晚間10點40分完好的抵達瀋陽 然而,當南滿鐵道的員工抵達事發現場時 現場滿滿都是日本關東軍的軍人 這些軍人不讓任何人包含南滿鐵道諸式的工程師接近 關東軍對外宣稱 鐵道被炸毀了 現場有三具中國東北軍軍人的屍體 關東軍聲稱這是一起由中國軍隊主導的進攻行為 關東軍又說了 這是以侵犯了大日本帝國的主權 形同宣戰 日本有理由向中國軍隊展開反擊 事實上 整起爆炸事件 包含三具屍體 都是日本關東軍製導之言 根據事後的檢查報告 被破壞的鐵道其實只有1.5公尺長 而那三具東北軍人的屍體 也是被日軍放在那 目標很簡單 合理化關東軍接下來的一連串吞併滿洲 或者說中國東三省的軍事行動 其實 當爆炸一發生後 消息很快就傳遞給了關東軍 這個消息傳遞的速度堪比光速 關東軍立刻展開了所謂的反擊 一支關東軍中隊向駐防燃陽的東北軍大營發起了進攻 同時 位於旅勝的關東軍司令部 也迅速派遣部隊進攻了沈陽 上巡洋的東北軍被打得措手不及 這就是政經中外的918事變 或是瀋陽事件 不到6個月 整個中國東三省 16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被關東軍全面佔領 並獨立成為一個國家 也就是滿洲國 元首為清帝國的末代皇帝 愛心覺羅蒲夷 滿洲國的政治 親戚 與軍事 皆被拿入大日本帝國的保護之下 之後 日本軍部在大陸上更為穩固 以滿洲為根據地開始向南侵蝕中國領土 直到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1931年的918事變 確實在日本侵華戰爭的過程中 可以視為起點 歷史衛視接下來將推出新的動畫紀錄片系列 918事變 預計分作三集 透過視覺化數據向觀眾呈現整起事件的死磨 最終 我們將回答一個問題 918事變一定會爆發嗎? 在第一集當中 我們先梳理這起事變的四位主要參與者 1號參與者 日本 眾所皆知的是 日本方面主導這起事變的是 日本關東軍 問題1 何謂關東軍? 關東指的是中國遼東半島南部的關東州 位於今天遼寧省的大年市 關東軍成立於1905年日俄戰爭以後 當時日本利用人海戰術打贏了俄羅斯帝國 取得俄羅斯在這個地方的租借 以及俄羅斯所建的中東鐵路的一部分經營權 其長春到旅順一段的鐵路 這段鐵路被日方稱為南滿洲鐵路 並成立相應的鐵路守備隊 由日本帝國陸軍的一個師團負責 最初 整個關東的都督府是由日本軍部所把持 如同日本其他殖民地一樣 長官由日本軍方出人 同時控制軍事與民政大權 然而1919年日本本島開始所謂的大政民主浪潮 民族主義者要求軍政分離 在這個脈絡下 關東軍與負責民政的關東廳被區分開來 關東廳由日本文官掌握 軍事方面則改組為關東軍司令部 自1910年開始 日本出現的民主浪潮以及經濟繁榮 使得日本在方方面面都受到巨大的改變 新興的資本家開始挑戰原本獨大的番法政治 關於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番法政治 這裡我就不多談了 未來有機會的話 我會特別做一個系列講講日本近代史 回到本題 在這段期間 歐美的強勢文化隨著資本主義浪潮進入日本 動搖了傳統的宗教文化和階級秩序 中產階級的男性在大政天皇主政時期 開始尋求更多政治上的權利 但諷刺的是 日本的民主浪潮反而使得 傳統以50道為精神文化基底的軍部 變得更加保守 其中最最最保守的 被稱為Kotoha 也就是皇道派 他們希望復興一個不受西方勢力影響的日本 由天皇親自領導 軍人回府 擺脫資本主義 與共產主義掛鉤的文官內閣 皇道派軍人在受不了日本本島新興的商業文化 和不受勝負約束的資本家之後 開始大量聚集到海外的殖民地 關東軍司令部就是這類激進派最重要的集散地 然而 關東軍其實就是一個師的規模 充其量已就幾千人 但最終 他成為迫使日本發動清華戰爭的關鍵存在 歷史檔案已經表明 從1928年炸死張作寧的皇姑屯事件 到1931年的918事變 乃至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 關東軍都是先斬後奏 事後才讓文官內閣與天皇追認 所以 所謂的關東軍 可以視作一批 不受日本政府體制約束 而且思想上非常激進的軍事團體 尚有日本軍部的支持 下右控制了中國大陸上的軍隊 問題2 為什麼關東軍非奪取中國東北三省不可 這是理解整個日本清華戰爭的關鍵問題 不是一句日本人就是愛侵略能回答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 需要考慮的是不同層面的因素 例如 歐美殖民主義 以及整個20世紀初期複雜的國際政治與角力 這點我會在稍後談論歐美列強時詳加討論 所以日本本身而言 從世紀初的民主浪潮轉變為可怖的軍國主義國家 這個轉變也是關鍵的 可以從很多不同角度去談 但得花費額外多的內容才能說清楚這個問題 因為這涉及到近代日本史的發展與困境 如果大家對此有興趣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 這一集我只談一個面向 那就是滿盟生命線理論 所謂的滿盟生命線理論 簡單來說是 滿洲和盟國與日本主權直接相關 若這兩區塊被他方勢力佔有 都會直接危及日本帝國的生命 滿盟生命線理論最早在1890年的 三線友朋擔任總理大臣任內 並已提出雛形 三線友朋認為 保護日本主權的最好辦法 是透過武力控制與日本利益相關的取營 包含朝鮮 滿洲 以及蒙古 三線友朋的戰略理論在1920年代末 1930年代初期得到更激進的發展 利益線成了生命線 其他國家對這些地區 任何形式的影響 都會被視為直接威脅日本主權 到這裡 細心的觀眾應該可以察覺到日本人當時的焦慮 甚至有些歇斯底里了 這些焦慮又是從哪裡來呢 經濟危機是一個層面 早在1929年華爾街崩盤以前 日本的經濟就開始出現劇烈的下滑 史稱昭和經濟危機 自1927年開始 大量日本銀行出現呆帳 進而倒閉 日本國內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 在中國方面 也出現了讓日本相當焦慮的政府 也就是本事件的第2號參與者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 第2號主要參與者 國民政府 問題3 為什麼日本帝國會忌憚國民政府 首先 我們必須考慮一下 國民政府與之前的中華民國政府 有何不同 我們今天所稱的國民政府的前身 是1923年在蘇俄共產黨的支持下 孫文在廣州成立的獨立武裝政府 當時成為中華民國陸海軍 大元帥大本營 孫中山在很晚才意識到 如果不掌握一支絕對服從的黨和軍隊 沒辦法在當時的中國混下去 所以 在1919年改組中國國民黨 引進列寧市政黨的運作模式 並在1924年的蘇俄大力的晶圓下 建立黃埔軍校 開始培養完全服從於他的軍隊 這個看似叛亂的軍閥的國中國 最終成了國民政府的基底 1928年 蔣介石率領了國民政府完成北閥 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 取代北洋政府 雖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 這麼混亂的中國 有統一跟沒統一武藝 但要注意 1928年的國民政府 是袁世凱去世以後 第一個有巨大號召力的政治團體 國民政府的影響力尤其提前在三個方面 第一 是政治方面 雖然自1928年北伐完到 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前 南京的國民政府持續受到各方勢力的挑戰 像是中國共產黨 還有國民黨右派 和王經緯 更不用說其他不同勢力的軍閥了 然而 1928年底 東北軍的領導人 張學良公開宣誓服從南京政權領導後 給予日本軍部莫大的焦慮 還記得我們先前討論的 滿蒙生命線理論嗎 蔣介石的南京政權 在政治上面 開始能夠威脅 日本帝國的生命線了 第二 經濟方面 國民政府不同於之前的北洋政權 他與上海資本家 與所謂的江浙財閥有解密的聯繫 這裡就不詳細講上海和江浙財閥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了 但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夠多人感興趣的話 我可以專門做一集來談這顯為人知 卻又非常有影響力的財閥集團 總而言之 在日本人看來 當時的蔣介石政府 在經濟上面也是相當有威脅性 不同於北洋政府 國民政府能動用的銀彈 多到能夠用於發展工業 所謂南京十年 台灣教科俗稱 黃金十年 使得當時的中國是以平均每年6.7%的工業成長率在增長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建設 也就是鐵路 東北名義上歸順國民政府之後 便成立了一個新的運輸委員會 計劃建立與關內統一的鐵路和電訊系統 國民政府派遣了專家到東北 協助建造不受日本人控制的鐵路和港口 此外 國民政府還計劃修建 葫蘆島港 作為抗衡日本人控制的 大連和旅順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 也就牽涉到我們要談的第三個層次 這些銀彈可以用於軍事發展 而這也是讓日本軍部最為擔憂的 當時 蔣介石政府最親密的合作國是德國 1926年 德國的軍事古文便受邀到廣州 之後大批的德國軍事古文 進入到蔣介石政府內 協助建立德士部隊 要知道 德國的陸軍在20世紀初 是在全世界作惡妄一 三年代的德國出現一大批軍事天才 更是讓德國陸軍成為世界第一 最清楚德國底細的 李當就是日本陸軍 他們很早開始 聘用德國的軍事古文 所以當蔣介石的軍隊也開始聘用德國人時 日本就開始警覺了 事後也證明 日本的焦慮不是沒由來 蔣介石的確一直在進行軍事現代化的改革 自1937年的 松戶會戰為止 國軍也有四個撲兵師 接受了德軍裝備 編制 與訓練 雖然品質和數量不如預期 但考慮到當時內外各種壓力 以及官僚的貪腐問題 這個成果對日本軍部來說 還是相當有壓力的 一個軍事上越來越強大的中國 對日本軍部來說也是難以接受的 即使越來越多 東京文官也開始激進化 逐漸同意所謂的 滿盟生命線理論 但他們還是不認為 國民政府真的有那麼大的威脅 但軍事觸角早已延伸到大陸的日本帝國陸軍 卻不這麼想 他們希望快速透過一場 軍事上的交鋒 破壞看起來越來越團結的中國 然而 證實的問題是 那些在中國也佔有龐大利益的歐美列強 尤其是俄羅斯 能讓日本這麼簡單的佔領滿洲 而毫不干涉嗎? 這裡我們將目光轉移到第3號參與者 歐美列強 1840年代以來 英國 美國 俄羅斯 但西方列強在華逐漸累積起了巨大利益 尤其中國東三省 到遼東半島這一帶區域 從19世紀末以來 這三國與日本 都涉足其中 20世紀初時 俄羅斯是這裡最大的利益持有者 雖然 1905年的日俄戰爭 導致南滿洲一帶的租借 和鐵路權 賺給了日本 但在今天的黑龍江省 吉林省 俄羅斯仍然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 俄羅斯控制著橫貫哈爾濱至長村的中東鐵路 事實上 張學良的東北軍曾經在 1929年 嘗試透過武力 收回這個中東鐵路 史稱中東路事件 但下場十分淒慘 蘇俄的遠東特別集團軍 以絕對優勢的火力 碾壓東北軍 雖然 日俄戰爭中 日方是盛防 但日本實際上是慘盛 況且1919年革命成功後的蘇俄 很快就開始發展機械化的裝甲部隊了 但日本的陸軍機械化程度一直都不高 如果1931年918事變時 蘇俄真的介入了 日本對滿洲的侵略計劃可能就沒細唱了 再來 我們來看看英美 這兩個國家在東北亞皆沒有實際地盤的利益 但他們是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秩序的主導者 一戰後的國際秩序是建立在所謂的 凡爾賽華盛頓條約體系之上 而這個體系也可以被籠統稱為國際主義 什麼是凡爾賽華盛頓條約體系 什麼又是國際主義呢 所謂的凡爾賽華盛頓條約體系值得是 1919年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各國在巴黎簽署的凡爾賽條約 根據該條約國際聯盟成立 並由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等四強擔任常任理事國 由於美國國會沒有批准凡爾賽條約 美國從未加入國聯 但其實 美國仍然涉入國聯事務甚深 只是以非正式的形式參加 事實上1922年由世界主要五大海軍國 也就是英、美、日、法、義等物國 在華盛頓所簽訂的限制海軍軍備條約 就是由美國主導的 根據華盛頓會議 各國必須限制主力艦 與航空母艦的總盾位數限制 一戰後的世界秩序 基本上是建立在這個 反而在華盛頓體系之上 而所謂的國際主義 就是各國以此二條約為交流的基礎 如果出現國際爭端 各國同意不能像一次世界大戰那樣 使用武力解決 而是應該透過這些條約 與國際聯盟組織 以多邊的外交渠道 去消滅爭執 在此體系當中 英美是世界超級強權 這兩個國家擁有世界一流的工業 科技與軍事能力 還有領土 雖然日本不是第一流國家 但是 也在國際上 是位居第二等的強權 因此 當我們再次回到1931年的918事變前夕 我們應該能夠認識到 這是一個國際聯盟常任理事國 對一個普通會員國的侵略行動 雖然英、美、法等歐美列強 可能不會完全統一日本的行動 但是 為了維護整個國際體系的運作 勢必得照顧日本帝國的利益 如此一來 中國的利益便會被拋棄 然而 吞併中國東北 日本勢必得發動軍事行動 但如同之前已提到的 在旅順的關東軍規模 只有幾千人 就算加上常駐在天津的3000支那駐成軍 加起來也點多1萬 反觀東北軍 擁有30萬打軍 接著裝備不如日軍 但30萬東北軍如果認真防守起來 仍然能夠對日本關東軍造成莫大的傷害 更何況 駐著在天津的日軍 從未真的射入這起事變 所以 只有幾千人出頭的關東軍 到底又是如何在半年內 奪取了162萬平方公里的滿洲呢 這就牽涉到我們的第四號參與者 東北軍 問題是 東北軍是什麼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問題是廢話 東北軍就是駐紮在中國東山省的軍隊 先是聽令於張作霖 後聽令於張學良 沒錯 概率上來說是這樣的 但聽令也分兩種 一種是真的聽令 第二種是名義上的聽令 但實做實不做 918事變以前的一部分東北軍 就是屬於第二種聽令 上海關內的中國 處於軍閥格局 上海關外的東北 實際上也是軍閥格局的狀態 雖然張作寧 桑學良家族 是大東北地區最大的軍閥 但不能完全控制東北的部隊 就如同大家名義上 聽從國民政府 但意言不合就可以搞兵變 搞獨立政府一樣 張作霖在1928年被日本關東軍炸死以後 張學良繼承了東山省的軍權 但並非 東北所有的軍官都聽令於他 在東北軍內部就有非常複雜的派系陣子 例如有世光派 也就是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將員 與保定派 也就是畢業於河北保定陸軍官校的將員 此外 在張作霖統一東北時 他實際上也只能控制 遼寧與黑龍江二省的軍政 吉林省的軍政是他無法過穩的 更不用說他的兒子張學良 再者 東北軍內部 也吸收了許多晚清明書興起的土匪軍團 這些人也不是張學良叫的動靈 然而 在另一方面 東北軍也是除了蔣介石的國軍以外 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部隊 1931年時 全中國能用於作戰的戰鬥機僅有300架 而東北航空軍就佔了一半 事實上 張作霖和張學良父子 非常重視東北軍的武器現代化 尤其空軍最為重視 張學良就是第一任東北軍空軍司令 在他任內培養了非常多的中國飛行人才 並在東北建設各類飛航用的硬體設備 所以 什麼是東北軍呢 東北軍是一個 裝備 數值 撐吃不起的軍事集團 在這個集團當中 以瀋陽為根據地的 張作霖、張學良父子 是當中最強大的勢力 但也有許多地方 是他們難以直接控制的 而這些難以控制的部隊 與地區 在軍事裝備和軍人數值方面 可能就非常低落了 問題5 與日本對立會對張學良的東北軍 產生什麼影響 答案很簡單 直接導致東北的敵人 從中國國內的軍閥 變成大日本敵國 雖然張作霖是被日本設局炸死的 但其實 張作霖是相當親日的 東北軍嫡系的海陸、空、三軍的現代化 基本上是靠日本顧問、日本技術、 日本槍砲以及日本精源 因為當時張作霖的競爭對象 是三海關內的其他中國軍事政權 他願意與日本合作 然而 1928年以後 情況完全翻轉 敵人變成日本 國民政府 成了東北軍的靠山 但問題是 官內的政治情勢 允許南京政府 大力支持東北抗日嗎? 這就牽涉到1931年 918事變前 官內的政治情勢了 其中 最重要的轉折點 便是 1931年5月 所爆發的 中原大戰 下一期 我們將追溯回 中原大戰 一路講到 918事變的始末 究竟為何 日本關東軍能以幾千人規模的部隊 從幾十萬東北軍手中 奪走偌大的東北三省呢? 此外 為什麼歐美列強 尤其蘇聯 會允許日本單方面占據東北呢? 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 與中國共產黨又在這起世界中 分別扮演什麼角色呢? 下一期影片中 我們將一一解答 創作不移 每一支影片都耗費無數的時間 做研究和製作動畫 如果看到這裡的你 還算欣賞本頻道的動畫紀錄片 請考慮透過YouTube或PayPal 搭賞贊助 詳細資訊在描述欄 如果對於內容有任何建議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你的每一份支持 都會成為本頻道持續成長的動力 更多歷史內容 請持續關注 歷史為時 我們在影片下方留言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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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